佛光教大地法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宇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国际佛光会在参与联合国世界多元宗教和谐州 迈入第十年之际呢 是特别举办了一场视讯的论坛 活动聚焦如何透过信仰来化解新冠疫情 带来的污名化和冲突 邀请到多元宗教的人士在云端来展开交流 而国际佛光会美西副秘书长会中法师 也代表佛教发表演说 一针见血点出消除污名化和冲突的关键 国际佛会美西副秘书长会东法师 引用新闻事件 说明洋溢美国人在新冠疫情下 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也呼吁献上各宗教领袖攜手 扮演推动改变的角色 一起用实际行动对抗歧视 共同建立相互尊重的和谐世界 这场2022联合国世界多元宗教和谐州视讯论坛 由国际佛会联合国办公室和非洲国家联盟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 活动聚焦在如何透过信仰化解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污名化和冲突 邀请包括印度教巴哈伊教等多元宗教人士 齐聚云端 集思广义 用激昂歌声唱出祈祷的力量 论坛穿插精彩表演 带来丰富视听觉饗宴 国际防御会参与联合国世界多元宗教和谐州 迈入第十个年头 这回在包括狮子山共和国 加拿大 罗马教廷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赞助下 推动这场视讯论坛 出钱出力 从活动策划到网络规划面面俱斗 也让世界看到 佛光人服务奉献的无私精神 UNA是美国纽约综合报导